我們今天呢 從那個 上次Power Reflection 跟Transmission的部分 之前呢我們複習一下 前面呢我們所講的是 來複習一下前面 更壓的反射系數 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都是Smeet chart的部分 那我要複習一個重點 這個 從這裡開始 這個重點還是我要講一遍 接下來要講功率 所以之前我們先講電壓 這個電壓的反射系數呢 第一個要記得 這個你不要小看它 其實這個是蠻重要的 我們把 比換一下顏色 好 這個式子 不要小看這個式子 其實這個式子很重要 對壓滿足疊加原理 所以我這邊是一個 Function Generator Function Generator呢 把信號送出來 送過來的時候呢 送到一個負載 這時候在負載端的電壓 因為我曾經到聯測 那邊去 這是他們上億的測試機 然後呢 他把信號送出來 送到IC上面 然後他們就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 欸 我這測試機啊 我測試機呢 它的按鈕上面 我明明是按 輸入電壓是一伏特 欸 為什麼我這邊測到的 不是一伏特啊 你們會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這邊就是上次講的 你們可以回答 喔那個還是主管級的喔 欸 是 國立大學碩士喔 欸 他問我這個問題 那你們呢 你們也將來 也要是碩士啊 對不對 來 可不可以把他幹倒 這邊說出是一伏特 Source呢 他說 儀器 上億的儀器 他按一伏特 上億嘛 總不會騙你嘛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這邊 這是一顆IC嘛 那輸入量到的 為什麼不是一伏特 你要怎麼回答 欸 請問我 欸 因為有反射 因為有反射 所以他就不是一伏特 好 那 這裡面哪一個東西是一伏特 記不記得 欸 是這個咧 還是這個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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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已經提醒你了 到達IC的 得到的是總電壓 這個總電壓 實際上是包含了 入射 跟反射 那到底誰是一伏特啊 記不記得 按鈕 按鈕上面按一伏特 欸你們有沒有去按 Function Generator啊 都沒有齁 好 等一下給你們時間 你們趕緊去給我按一下 現場按 來 好 要秀給我看 要量出來是一伏特 來 應該是誰 也要證明給我看 V正 V正 是真正是一伏特 但是打到負載之後呢 會怎麼樣 會反射 所以真正的電壓 你量測到的 你用scope 你用山用電表 量到的 一律是什麼 是總電壓 這是電路學所教的 電路學只教總電壓 還有呢 總電流 總電壓跟總電流 要滿足什麼條件 欸就是Z-IN啊 輸入主抗 好 是總電壓除以總電流 這是你用試波器 或是山用電表 能量到的 試波器跟山用電表 可不可以量出入射跟反射 沒有辦法 只有什麼 網路分析語有辦法 這個觀念一定要建立起來 所以人家叫你 來 你用山用電表去量 Corexio Cable 特性主抗50歐姆 量得出來嗎 才怪欸 你永遠量到的是什麼 總電壓跟總電流 你永遠量不到特性主抗 絕對不會相等 好啦 特性主抗的定義 再複習一遍 入射電壓 除以入射電流 它也會等於反射電壓 除以反射電流 但是總電壓呢 是電壓相加 總電流 小心 它是相減 所以這Z印跟Z0 絕對不會一樣 這個觀念先建立起來喔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回到 功率這邊來 一樣的 我們功率 有入射功率 也有反射功率 那真正到達 負債端的呢 欸 這有沒有疊加原理可言啊 功率滿不滿足疊加原理 欸 說一下 功率滿不滿足疊加原理 剛才電壓滿足 電流滿足 功率會不會滿足 會喔 那要 功率滿足疊加原理會怎麼寫 如果滿足的話 我寫一個詞啊 你來判斷是對還錯啊 欸 這樣哪裡有錯 所以應該是這樣才對對不對 這是疊加原理嘛 你說入射反射疊加在一起 疊加在一起 會等於 痛射 這個呢 這個才對 所以它不滿足疊加原理 不滿足喔 不滿足喔 疊加原理只有線性的系統是滿足的 什麼是線性的 嗯 相加的 相減的 還有呢 微分的 積分的 這種運算叫做線性 其他的 相乘的 不好意思 這是不線性的喔 功率是v乘i 所以它是不線性的東西 它沒有辦法滿足疊加原理 功率不滿足疊加原理 電壓界流才滿足喔 cosine sine也是屬於線性的 exponential也是線性的 OK 只有 exponential 不要講exponential exponential cosine sine也是線性的喔 好 所以呢 我們功率要滿足的是 能量 不滅 定律 或是 功率 不滅 定律 power conservation rule 或叫做 能量守恒定律 功率守恒定律 你入射的功率 一部分會反射回來 一部分會透射到負載端 真正進入負載端的是這裡 真正進去的是這裡 好 所以我們想要知道說 真正進去負載的功率 到底是多少咧 剛才的電壓的反射係數 我們之前學過了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從電壓的反射係數裡面得到咧 好 首先第一個 我要問各位同學的就是 什麼叫做入射功率 請問 這個公式是怎麼得到的 什麼叫做入射功率 欸大家好 入射功率怎麼算 什麼樣的電路 可以得到入射功率 就是說 來我要問你一個問題喔 畫一個電路 我把題目重複一遍 我的問題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測試機 它有Source VS跟輸出主管50歐姆 欸 請問 這個測試機的輸出功率 入射功率 應該講入射功率 這個機器的入射功率 往這邊傳輸線送過來的 入射功率批正 是怎麼定義的 定義是什麼 我提醒你 當負載等於多少的時候 它所吃到的功率 叫做 入射功率 來大家好 50 為什麼是50歐姆 大聲一點 夾龍毛 喔 因為這時候怎麼樣 沒有反射對不對 信號是不是 入射的功率是直接就過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沒有反射 沒有反射的時候功率就直接是 入射功率 對不對 好 所以入射功率的公式 怎麼算 這邊的電壓是不是就叫做入射電壓 有沒有 我們上次教的 這時候的電壓叫做 入射電壓V正 對不對 好 那功率呢 V正 絕對值的平方 為什麼是絕對值的平方 有沒有知道 上次我沒有講過 電路學 記不記得功率怎麼算 V乘I嗎 欸 那是time domain frequency domain呢 應該是 二分之一的 V乘上I的 complex conjugate 所以我們把它寫一下 所以呢 功率要等於 二分之一 V乘上I的 complex conjugate 欸 那I等於多少 V是V正嘛 power正呢 這邊是正 這時候電壓只有V正嘛 電流呢 當然只有I正喔 對不對 I正是多少 I正是不是V正除以50歐姆 對不對 I正是等於V正除以50歐姆 但是我要取complex conjugate 對不對 所以I正等於多少 寫一下 好啦 所以I正的complex conjugate 就等於V正的complex conjugate 除以50 對不對 好 相乘 V正乘以V正的complex conjugate 就等於什麼 V正絕對值的平方 有沒有看到 會不會啊 唉呦 這個不會的話完蛋了 後面就全完了 所以這基本的定義 不能丟掉 不能還給你們大學的老師 你還是要會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不會 對不對 早就忘光了 所以這純粹是電路學啦 而且是Facer 電路學的第二學期 是講Facer的時候 所用到的 我們的電磁學呢 也是用Facer 所以電路學就相當重要 好 我們再來看 唉 那反射系數呢 反射的功率怎麼算 一樣 公式型 反射的功率呢 二分之一的V負乘上I負的converse conjugate 同樣的I負跟V負只差了一個50歐姆 所以最後得到呢 PR是二分之一 V負絕對值平方除以50 唉 那V負跟V正呢 又只差了一個什麼 是不是反射系數 所以呢 P正跟PR之間呢 只差了一個什麼 你只要把入射功率 乘上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我等一下就考你 反射的功率怎麼算 入射功率乘上 反射系數絕對值的平方 唉唷 這個要會喔 這個是99乘法表之一 你沒有背起來 是不行的 這是一定要背的 反射功率就是 入射功率乘上 反射系數絕對值的平方 因為反射系數是電壓的反射系數 對不對 那功率的反射系數就是絕對值的平方 OK 好 唉 反射系數怎麼定義 可能有同學忘喔 好啦 這個怎麼來的 V負呢 是等於多少 根據這裡 V負的絕對值呢 是什麼 V正的絕對值乘上 反射系數的絕對值嘛 所以呢 這邊就變成P正 多一個反射系數的絕對值的平方 OK 好 最後的功勢 能量守恒 能量守恒 最後就寫成這樣子 真正進到負載的功率怎麼算 一樣 99乘法表 背也要把它背起來 但你可以用物理意義來背 入射是1 反射是 γ絕對值的平方 入射扣掉反射 就是什麼 扣射 真正進入到負載的功率 ㄟ 這樣公司都會了 好 假設你們都會了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 一系列的 征戰了 我們在業界用的 一律是用DB 一律用DB為單位 第一個我們要定義的是 Return Loss 我的功率入射進去之後 第一種Loss 叫做什麼 反射的損失 定義 Return Loss的定義就是 反射的功率除上入射 小於1 對不對 是小於1 反射一定比入射小 頂多等於1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項是小於1 好 那我們把它取Ten Log 欸 為什麼要取Ten Log 為什麼不用Ten Log 因為它是功率 OK 好 好 可是 這一項是小於1 對不對 取Log是不是負的 所以我要刻意的加一個負號 負負得正 所以Return Loss 最後是大於等於0 大於等於0DB 寫一下 我故意加一個負號 我讓Return Loss最後 所以我們在讀Return Loss的時候 通常都不加負號 記得 都不加負號 Return Loss 喔 10DB 好來 業界的要求是多少呀 算一下 業界的要求Return Loss 必須大於多少 快點 快點 欸 業界要求反射係數是多少 3分之1對不對 取Log 快點 有沒有人算一下 反射係數 欸 反射係數要取Ten Log 還是Twenty Log 欸 為什麼是20啊 為什麼 為什麼是20 來喔 根據前一頁的公式 功率的比是什麼 反射跟入射功率比是什麼 反射係數絕對值得平方 平方的話 取Log 是不是2提出來 變成Twenty Log 所以你反射係數取Log 是要取Twenty Log 另外一種技法 反射係數是誰的反射係數 電壓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電壓一力取Twenty Log 有沒有看到 這樣計也可以 OK 好答案多少 快點給我一個答案 工業級的標準 Return Logs要大於多少Db 反射係數是 3分之1 取Log是多少 0.3取Log 還有有沒有計算機的 下次麻煩幫我帶一下計算機吧 多少 好 我們業界的要求 反射係數小於3分之1 VSWR小於2.0 Return Logs 帶進去 要大於 10Db 好 OK 正會了吧 基本的要求 所以你們這個 這一樣 99城堡 城堡表 21得2 給我背起來 33得9 對不對 不背起來呢 你就會倒大煤 好啦 再來 那功率怎麼算呢 來 給各位一個公式喔 公式給你 你會不會用啊 我們等一下就考你了 我的題目是這樣子 我給你入射功率 是0Dbm 入射功率 是0Dbm 我要用Dbm 業界只用Dbm的 不會給你多少mW 不會啦 0Dbm Return Logs 是 10Db 最爛的情況下 至少要10Db 請問 反射的功率是多少Dbm 怎麼算 綠色的公式給你囉 綠色的公式給你囉 答案是多少 0 怎麼啦 所以呢 輸入是0Dbm 好 Return Logs是 10Db 好答案多少 負 10 單位呢 Dbm 很多人覺得 老師 怎麼會這樣子 很奇怪對不對 來 換成Linear Scale 呃 第一個 這個Linear Scale 是多少 miniWatt 一個miniWatt 好 減掉 減掉 10Db 什麼意思 除以多少 呃 你要除還是要乘 除多少 除10 很好 所以它的Return Logs 是10Db 實際上就是多少 功率損耗是 十分之一 好 所以答案是多少 0.1 0.1 0.1的 miniWatt 0.1 miniWatt 你取10Log 就是多少 就是 -10Dbm 欸 請各位熟悉一下 所以Return Logs有沒有用 欸 用途就在這裡啦 你不要跟我說Return Logs沒有用啊 所以它是計算反射的功率的話 是很好用的 好來 那 用途用在哪裡呢 好 這個用途呢 來 我們在OnePod的 電路的時候呢 我們只遞一個S11 對不對 好 你知道S11的話 那Return Logs是多少 欸 S11就是 Pod1的反射係數嘛 所以呢 要取20Log加負號 OK 好 那一般S11 用Db值來讀的話 就是負 多少 好 S11多少是負多少Db 對不對 負負得正 所以S11的db值 就是Return Logs 好 如果是2Pod呢 有兩個Pod 所以有Pod1的反射係數 有Pod2的反射係數 就是誰啊 S11跟S22啦 好 S11的db值 就是Pod1的Return Logs S22的db值 就是Pod2的Return Logs 當然要加負號 這樣了解 再來一個 我要讓你們逃婚 來 Mismatch Factor 欸 一樣 你要把這個東西記下來 你要去記它的物理意義 剛才是誰跟誰比啊 是反射功率跟入射功率比對不對 叫Return Logs 現在我們要講的是叫Mismatch Mismatch Mismatch就是不匹配的喔 不匹配造成的損耗喔 那也就是說 我真正到達負載的 是多少 除以我入射的 這樣是不是等於 如果都一樣大的話 是不是1 1的話就代表 沒有Mismatch 如果你到達負載的是 沒東西 全反射了 那你Mismatch Factor是多少 你到達負載是不是 全反射是0嗎 沒有東西了 所以Mismatch Factor就是0 所以Mismatch Factor是從0到1 0代表全反射 沒有東西進來 1 全部通過 到達我負載的跟入射的 一樣大 好 所以呢 最後我們發現它是什麼 根據公式 1 減掉 反射係數 絕對值得平方 OK 記得 這是功率比 這是功率比 記得 所以是1 減掉 反射係數 絕對值得平方 好 1是入射 後面是反射 入射減反射 就是什麼 透射 真正到達負載的 好部分 都對P證做Normalize OK 好 好 同理 如果我沒給你 我給你Mismatch Factor的話 Linear Scale 我馬上就可以把 反射係數算出來 這樣會不會 會了 這倒過來的公式 沒關係我等一下考你 就知道了 再來 很不幸的 業界都是用什麼單位 那種PiS 業界都是用什麼 DB為單位 好 以DB為單位 所以 Mismatch Loss 好 Mismatch Loss Mismatch Loss 的定義是什麼 來 把Mismatch Factor 取10 log 再加負號 因為它小於1嘛 所以再加負號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啦 欸 這個呢 很常見 常常會用到 好 1減 反射係數 絕對整平方 再取10 log 就是我們的 Mismatch Loss 來 這個要幹嘛 Mismatch Loss 要幹嘛 來 出一個題目考慮一下 開始 我的輸入 跟剛才一樣 我的輸入是0 DBM 我的輸入是0 DBM 就是一個MW 我的Mismatch Loss 是3dB 我的Mismatch Loss 是3dB 請問 我真正到達負載的功率 是多少DBM 多少 根據公司嘛 好 根據公司 定義在這裡 所以我跟你講 定義最重要啦 你要背 背定義就好 後面的不要背 後面的只要推倒一下就好 你通通給我背起來 你會死人的 我跟妳講 背定義 定義背起來 後面都會啦 所以 根據定義 這個大M呢 是什麼 真正打進去的 到達負載的 除上入射 好 所以呢 你到達負載的功率呢 就等於什麼 入射在乘上大M 根據公司 所以 這個呢 就是一個公司的運用 你會定義 哎呀 看你會不會用啊 把它取Log 左右都取TenLog 所以呢 真正到達負載的功率 DVM 等於 入射的DVM 減掉 Mismatch Loss OK 答案是多少 你 你Mismatch Loss多少DV 我的功率呢 就掉多少 DV 所以從0DVM 掉到-3DVM 好 換 很多同學 還是不太能接受 對不對 好 換成Linear Scale 解釋給我聽 來 這裡是一個MiniWatt 對不對 好 Mismatch Loss 3DV 什麼意思 翻機動 要不要試試看 試試看 不要 直接搖頭 要嘗試一下 對不對 算錯沒關係 就怕你不算 算錯絕對不會罵你 對不對 但是你不算 我就要念你了 不要怕失敗 同學 不要怕失敗 你跌倒了 以後就會永遠記得 被老師 細露一次呢 以後你就永遠會記得老師 對 一點 看 Mismatch Loss 3DV 什麼意思 所以大M是多少 你在公司看的很複雜對不對 不要 不要搞那麼複雜 你先 看這個 先看這個就好 這裡是不是3DV 那大M是多少 它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你看這3DV對不對 你3是不是 加一個負號 負號移過來 這邊是不是負3 再把10除過來 就是負0.3 左右再對10 10的負0.3次方 對不對 所以大M是多少 10的負 來 每個人拿筆算一下 快點 你在筆記上面算一遍以後 你就會算了 快點算給我看 大M是多少 0.5 好 很好 欸 物理意義是什麼 這個背起來喔 3DV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我們一直講3DV 3DV 為什麼要3DV平寬 搞到半天3DV平寬在幹嘛 知道不知道 3DV是什麼意思 就是 就是missmatch loss 3DV啦 齁 你的S21掉3DV啦 missmatch loss 3DV 所以missmatch loss 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啊 好 掉3DV物理意義是什麼 來翻譯 大M是0.5 物理意義是什麼 看這裡 其他都不要看 看這裡 什麼意思 物理意義 看出來了沒有 大M是0.5 什麼意思 誰跟誰比是0.5 欸 你真正進到負載的 是入射的多少 一半了 就叫做3DV啊 懂不懂 這物理意義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要看3DV 你真正進到負載的功率 叫PL 跟入射的功率呢 足足掉了多少 足足損失了一半 有一半怎麼樣 反射掉了啦 好 有一半反射掉 反射係數絕對值的平方是多少 這時候 就是二分之一啦 反射呢 拿走了二分之一 所以真正進到負載 也是二分之一 這個時候 是我們最critical的地方 所以我們才會定義所謂的3DV的頻寬 對壓掉0.707 可是功率掉了一半 入射 真正到達負載的功率 足足掉了一半 所以3DV的頻寬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物理意義 所以 missmatch loss 就是 所以我們常常講3DV3DV是什麼 今天證明給你們看 台灣要獨立建國呢 這不能錄 錄了會出問題 missmatch loss呢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掉3DV 掉3DV missmatch loss 所以 你真正進到負載的功率呢 真正進到負載的功率呢 就是 用DV來看的話 本來是0DVM入射 扣掉3DV的missmatch loss 就是 -3DV 所以 1瓦除以多少 好 實際上是乘以0.5 乘以0.5 實際上是 除以2 對不對 3DP就是除以2的意思 功率除以2啦 除以半 所以剩下多少 2分之1個 miniwatt 這樣會不會 所以我們這邊講的很慢 為什麼要慢慢講 這些基本的東西 如果不熟的話 唉呦 你們出去喔 每次都被人家電 人家在講什麼你們都聽不懂 他明明是講ABC 你聽起來就被CDF 奇怪 很簡單的東西 希望你們能夠接受它 好 業界的東西不難 都是死的 好 但是你們去習慣它就好了 好 這是 業界的語言了 好 來考試了 開始了 來 每個人呢 在這張子算 把計算式列出來給我看 雖然後面有答案 先不要看答案 來 每個人幫我算一下 好 好 這個題目列一遍 以致放大器的輸入端的VSWR是2.0 這業界的要求 我打入0DVM的入射功率 好 請計算 答答答答答答 通通算一遍 好 給各位3分鐘 快點 好 公佈答案 來 第一個答案 反射係數呢 這公式代 VSWR-1 除以 VSWR-1 所以是3分之1 好 S11呢 反射係數 取20log 所以是-9.54db Return Loss呢 跟S11呢 只差 把負號把它去掉 9.54db 好 這行最重要 我沒有跟各位講 在業界的話 我們功率的算法 都是用加減法 我不願意用乘除法去算 所以呢 入射是0 dbm Return Loss-9.54db 所以 我的反射的功率是-9.54dbm 這個是m dbm 不要忘記 功率單位 好 接下來 那 mismatch Loss呢 代公式 1-反射係數絕對值的平方 再取 10log 所以呢 掉了多少db 0.51db mismatch Loss mismatch就是不匹配 不匹配所造成的損失是0.51db 好 那請問 真正到達負載的功率 這個更重要 這裏面 解答就這兩行最重要 好 當然這個也是關鍵了 mismatch Loss 是那麼多 所以 你入射是0dbm 我跟你講說 你只能衰減 為什麼 我們傳輸線的衰減 放大器的衰減 什麼東西的衰減 Mixer的衰減 大家都用dbm 對不對 那 所以呢 你要知道說 我送進去是0 衰減了多少 真正進去是多少 好 所以mismatch Loss 代表是反射所造成的衰減 它掉進去 真正到達負載的時候 掉了多少 各位同學 0.5db 記起來了沒有 反射係數是三分之一的時候 Return Loss 是9db 超過10db Mismatch 你的功率大概會掉個0.5db 所以原來是0個dbm 最後會變成-0.5dbm 這是在業界非常常用的一個標準 掉了多少db 0.5db 可不可以掉3db 開玩笑 誰跟你掉3db啊 所以一般濾波器 我們說濾波器 你們在通訊學的時候 都是用3db頻寬 對不對 在RF不可以 我不接受 在RF的話 我的 都是 只允許你掉多少 大概是0.5db 這是這樣 但是呢實際上 這是什麼 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0.5db是什麼 理想的 理想的 就是說 純粹只有反射的損耗 但是濾波器通常還會有什麼損耗 唉呦 濾波器內部還會再多一些損耗 所以一定會比0.5db來的大 純粹反射的損耗是0.5db 你內部呢 可能還在掉個1.5db 所以加起來呢 大概2db啦 所以一般RF的濾波器呢 反射我允許你掉0.5db 裡面內部呢 再允許你掉1.5db 所以加起來大概是2db 一般的 比較爛的 像Wireless LAN的 好 像那個手機啊 前期的濾波器 大概可以掉到2到2.5db 2.5db算蠻爛的啦 3db根本不能看啦 3沒有人會買的啦 你可以總共掉2.5db 掉2到2.5db是可以的 所以 內部的filter進去之後 還會再有損耗喔 可能會再掉個1.5db到2db之間 這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Total的損耗大概估計算起來 大概是2.0到2.5啊 好 要記得啊 你出去買濾波器 怎麼樣買 規格怎麼開 欸 我已經跟你講喔 這0.5db純粹是 反射 的損失 那我再寫一下 抱歉 這是一個濾波器 它裡面有電阻性 會吃掉一些功率 但是呢 你這邊 要先做匹配 匹配不好的時候 最多最多可以讓你損失0.5db 你真正進去之後 它會再繼續損失 一般來說 內部的損失呢 濾波器的內部 大概還可以允許你 再損失2db到1.5db 1.5db到2db之間 所以 你從進去到出來 的總損失量 大概是多少db呢 給各位一個建議 你買濾波器的時候 欸 沒錄到 所以 出來呢 db值就是 幹嘛要用db值 因為只要相加就好 這邊掉了一半 這邊再繼續掉 你就db值相加 所以 -2到-2.5db左右 這樣會不會的 所以在業界 我們都是用db值來看的 像Corexion Cable 每公尺會掉多少db 都是用db來算的 沒有人會用linear scale來算 所以你一定要去想辦法去熟悉 這個db的運算 來 請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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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 -3 -4 -4 -5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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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後一行 我要用Linear怎麼算 對不對 我把最後一行算給你看 0 dBm換成Linear Scale 是不是一個MW 是不是一個MW 0.51 dB 這是Mismatch Loss 那我是要換成Mismatch Factor 所以這個要除上 哦不是不是除 是乘以一個大M 入射功率乘上大M 会等於什麼 在最後到達負債的功率 這是定義對不對 這是Mismatch Factor的定義 大M是多少 是不是 10的 負 10分之 0.5 是不是這樣 大M C上次是多少 就是1-3分之1絕對值的平方 這是掛號裡面這個 多少 1-9分之1 答案是 9分之8 好 所以1個MW 乘以9分之8 所以這邊是多少MW 9分之8個MW 這樣 所以你看 db實際上是代表一個倍數 它是沒有單位的 大M是沒有單位的 dbm是MW dbm是MW 所以 這個單位只有在Linear Scale有用 在db scale的話 小心囉 db scale的話 這兩個 db實際上你要知道它是沒單位的 雖然是相減 實際上是相成 或相除 嘿 對 對 對 喔 不可以 喔 我懂你意思了 來 這樣子 我就是 好 好 這個加號的東西在Linear Scale是對的 你有沒有辦法轉換到Log Scale 沒有辦法 只有成的 成號 除號 你有辦法換成db scale 變加減 可是在Linear Scale就是用加的 欸 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辦法 把這個式子轉換成 譬如說 有人就說 欸 如果你把T正換成 dbm對不對 我們來試試看會不會對 這是0 0個dbm對不對 好 這裡是不是都換成 pr是多少 負10對不對 dbm對不對 dbm對不對 好 這裡這裡換成 多少 負0.5對不對 你看 你看答案好奇怪喔 可不可以用加的 不可以啊 就根本是沒有意義啊 在這個式子裡面 這三個值 基本上沒有意義 你0會等於負10加 負10-0.5嗎 不會啊 這後面是負10 負10.5耶 答對了 答對了 所以 我如果知道這三個功率的話 我要驗證它能量守恆的話 你先把0dbm換成一個miniwatt 負10dbm換成呢 呃 大概是 0. 呃 9分 這是0 這換成一個miniwatt對不對 負10dbm你會換成 9分之1 負0.5dbm換成9分之8 所以1等於9分之1 加上9分之8 單位都是miniwatt 單位對 因為這個加號 只有在linear scale是對的 你一定要把它換成linear scale 換成linear scale 換成linear scale 這個加號才會滿足 所以功率 守恆的定律 必須在linear scale下做 你沒有辦法在lock scale底下做 OK 好是這樣子 好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啊 好 大家有學到東西了 來 to pull的話 我們要第一個叫做 插入損 你給它插進去的時候 唉呦 會loss掉 好 這時候我們再來看 真正進到負載的叫做p load load的功率 好 這裡有一個p in p in的定義是這樣 就是說 比如說我入射 入射 入射系號是p震 欸 剛好有一個mismatch 所以有一個反射回來 所以真正進到這個界面 只能進到界面喔 還沒有通過這個電路喔 進到界面的是p in OK 能量守恆 p in等於p震 減掉 tr 對不對 入射減反射 就是真正進到這個界面來的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 insertion loss呢 它包含了哪些損耗 第一個 第一個損耗是什麼 mismatch 反射 所造成的損耗 好啦 你好不容易進來對不對 拍水 裡面會怎麼樣 先給你吃了 裡面有電阻 先把你吃掉了 所以內部呢 會有一個什麼 internal loss 還有一個內部的損耗會存在 所以 我們總共的損耗呢 是 第一個 mismatch的損耗 再乘上 internal loss internal loss怎麼定義 就是 我已經進到這個界面了 但是真正出來是p露 我把出來的除以我進來的 出來的會比較小 所以這是 一個內部 濾波器內部的 突破內部的一個損耗 這樣會不會 所以實際上 這個s21這個東西 它包含了兩個物理意義 第一個 它已經考慮到什麼 mismatch的問題了 第二個 它考慮到了 內部的損耗問題 所以s21它的物理意義 是包含了這兩個東西 要記得喔 這兩個都是屬於損耗的一部分 好了 那我們來看 那 這是純粹是物理意義 我們實際上是很難去定量去分析 這裡面的loss 很難去分析它 我們就量測的時候 管它 反正我們就量到一個s21就對了 OK 我們一量就量到一個s21 它包含了 那個 mismatch的loss 包含了internal的loss 好 我就直接把它取 20log 因為它是電壓的增益 對不對 或是電壓的衰減 S21還記不記得是什麼 出來的 電壓 譬如說叫做v2負 除以誰 入射的 v1震 當然 如果前後都是50ohm的時候 我電壓的 透射係數 啊 電壓的增益啊 v2負 除以v1震 這次s21 好 因為前後都是50ohm的關係 所以我可以用電壓來定義 這樣知道了 它就是gain 電壓增益啊 它你也可以換成 因為是50ohm的關係 你也可以把它換成 那個功率的增益 好 那s21你取20log 取20log 因為它是電壓的關係 是電壓的增益 取20log呢 好 但是實際上對濾波器來說 它是不是爭議 不是喔 濾波器呢 輸出的比較小 輸入的比較大 所以呢 一除的結果呢 哇 小於1 所以它是loss 它就不是gain 它是loss 好 因為它小於1 所以真正輸出的功率是比較小的 好 輸入的比較大 好 所以這個log的話 主要是負的 那我們就前面加負號 負負 得正 所以 insertion loss 插入損耗 都是用正的來表示喔 齁 實際上它代表是什麼 輸出是比較小的 會有loss 齁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insertion loss要幹什麼呢 來 給各位一個公式喔 對一個濾波器來講齁 一個濾波器 我們看它能量的關係是 就是剛才提到的齁 我入射呢 省披震 一部分 反射掉了 好 所以 剩下的就進來了喔 可是這個進來的部分呢 這個pe 再拆成兩項 這個pe一部分呢 被吃掉 power dissipation 一部分出來了 好 所以 這個 合起來是pe in pe in 所以 power conservation 披震 等於 反射 加上 到達負載的 再加上 中間被吃掉了 好 所以呢 power D叫做 dissipated power 就是電阻性的水耗 能量水耗 好 那 在濾波器裡面 常常就會叫你 要求你算 這個dissipated power 到底是多少 那你怎麼辦 好 濾波器 你可以用 網路分析 量出什麼 你是不是可以量到s21 你是不是可以量到s21 對不對 好 都量到了喔 s21跟s21都量到了喔 好 s21是代表什麼 真正跑出來的喔 s21是代表真正跑出來的喔 就是 真正跑到負載的 除以入射的 大家都是跟入射比 記得 大家都是跟入射來比 所以 s21是代表誰 是代表 真正跑到負載的 s21是誰 哎呦 反射的 欸 那1是誰 1就是入射 好 那你把它剪掉 所以 1-s2190平方 -s2190平方 -s2190平方 等於 disification power 通常什麼時候要看這個東西 這個濾波器 你要去研究說 哎呦 譬如說你看 你可以 RUN出s21是這樣 你可以RUN出s21是這樣 你可以RUN出s21是這樣 在什麼時候 它內部吃掉的能量 達到最大 我想要企圖去 讓內部的損耗把它降 我要把裡面的電路做怎麼樣的修改 所以你必須要知道這個囉 Power Dispation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要看哪一張圖 你除了看s21之外 你除了這時候看s21 看s11之外 我要建議各位 你再畫一張圖 畫這個 1-s1190平方 再-s2190平方 你畫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呢 我另外再畫一張圖好了 這是頻率軸對不對 好 那我發現呢 畫出來的結果 通常是這樣 這裡呢 濾波器沒有損耗 大概到什麼時候會有損耗 通常是這樣 這樣 咦 什麼意思啊 這什麼意思 past time的時候呢 濾波器內部的損耗 在這裡 可是在 轉 轉角的地方 這個 變化很大的地方 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時候的損耗 內部的損耗 會變得非常的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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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再去畫一張圖 更有趣的一件事是這樣 好 這個呢 我畫過來 是在這裡 我再畫另外一張圖 叫做Groove Delay 就是那個 Baseband 他們會要求我們的濾波器 Groove Delay 最好要一樣 好 所以我Groove Delay 一畫呢 Groove Delay 單位是second 是秒 我畫出來的結果 唉唷 你會嚇一跳 好 老師 怎麼波形那麼像啊 這什麼意思啊 你可以告訴我物理一 為什麼Groove Delay Delay是什麼意思 我的能量 經過了這個濾波器 Delay了多少時間之後 這個能量才會出來 好 Delay了越久 內部的Loss越大 這什麼道理 你想想看吧 它在裡面混了很久 反射 內部會反射 混了很久 每混一圈 每繞一圈 損失一次 你繞得越久 損失越多 你活得越久 對不對 領得越多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在濾波器裡面 Groove Delay越大 Loss絕對會增加 它的物理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濾波器裡面 有很多的resonator 它會在裡面 來回的反射 造成呢 Delay Delay越久 代表它在裡面來回 累積 累積的反射次數是越多 你的Loss絕對是最大 所以你在選擇濾波器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物理現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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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 相位變化越劇烈的時候 所謂Group這個東西叫群 它實際上是一個band的信號 譬如說 呃 以AM來講的話 它 實際上中間是有carrier carrier是會這樣變化 好 但是實際上呢 這裡呢 感覺上有一個envelope在這裡 對不對 有一個envelope在這邊 對不對 這就是你baseband的信號 baseband實際上是一個envelope 只是機油mixer 它乘上了一個carrier 乘上了一個carrier 所以 原來baseband在哪裡 在這裡 在頻率等於0的地方 乘上了一個carrier 把你載到這邊來 對不對 這整個band 我們稱為一個group 這個group在跑 這個envelope在跑的速度 在傳輸線裡面跑的速度 跟這個carrier在跑的速度 會不會一樣 不會一樣 我們以前教過 一個是叫做face velocity 是carrier的face velocity 這個是group velocity 真正能量是誰 是baseband 真正的能量是baseband 所以baseband這個group在跑 才是帶有真正的能量 你要解調的就是那個東西 它那個東西被破壞掉 你就死了 carrier被破壞掉 沒關係 但是group千萬不能被破壞掉 因為它是baseband 只要是計程原理 所以說 我們希望 不同的頻率 它的group velocity 一定要一樣快 也就是說它的group delay 每個人的delay都要一致 有前有後完蛋了 出來就變形了 所以 這個整群呢 他們跑的速度要一樣快 群速度要一樣 那delay呢 要一樣多 是這個意思 那group delay 根據定義 剛才那個楊世青講的就是說 group delay的第一就是 s21的相位 對頻率做微分 對omega做微分加負號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後來發現 這個群速度 群速度怎麼算 剛才呢 我們談的是 insertion loss 那如果是amplify 那amplify的話 那amplify的話 你power in進來之後呢 這邊會不會放大 真正進到這個界面呢 會不會放大 所以呢 internal gain 這邊唯一差別的就是 剛才的loss變成gain OK 所以說 實際上s21也是包含 有一些mysmatch的loss 還有internal的gain 這個觀念很重要 我們後面amplify design的時候 我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s21的物理意義 它已經把你的 mismatch loss呢 已經含在裡面了 這個是我 獨立出來 等一下後面會用到的一個地方 記得s21它已經把 mismatch loss的部分呢 已經包含在裡面了 好 也是誰跟誰的mismatch 50歐姆 跟你輸入主抗 他們之間的mismatch loss 已經含進去了 OK 後面還會再提到 好 接下來呢 我們把所有前面學到的理論呢 通通套到amplify 的circuit裡面 來看看 好 電機體交過了 我們接下來呢 要設計的是 input matching network 我們還要設計一個 open matching network OK 好 有幾個定義 要先定義 定義一下 來 先看 從這裡看進去 所以各位同學 這裡的箭頭 這裡的箭頭 重點就在 我們的主抗 跟反射係數 都有方向性喔 接下來這個方向 如果搞錯了勒 那我再見了 後面就不要玩了 以前的人 以前我們在學的時候 就是這裡常常沒搞對 方向我管它 我覺得方向不重要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其實在學放大器設計 重要的是這個方向 你只要方向搞對了 後面就容易多了 方向搞砸了 後面就全毀 好 首先來開始 編基體的輸入端 這個 往輸入端看進去 講z in 反射係數是gamma in 我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gamma in的定義是什麼 z in很簡單 這是唯一定義對不對 可是反射係數怎麼定義啊 你根據公式 不是往前看 減掉往後看 對不對 除以往前看 加上往後看 對不對 糟糕啦 往前看是誰 是z in是沒錯 往後看勒 好 我要強調 這個gamma in都是跟誰比呢 下一張同一比 會講 跟50歐姆來比 等一下我再來強調 好 再來 電晶體的輸出端 看進去 從這邊看 會看到誰 會一直看喔 一直看喔 一直看到後面來喔 這整個這樣看過來呢 看進去叫做z 反射係數跟50歐姆來比 是幹嘛喔 好 再來 z low 欸z low不是50歐姆啊 不是啊 是什麼 50歐姆加上 output matching 這樣看進去呢 從這裡看進去 是z low 所以要小心喔 以後我們講z low 就是什麼 output matching 加50歐姆 這合在一起呢 叫做z low 反射係數叫做gamma s 這個也是一樣 大家常常 搞混喔 我最後會給你 我們要求出這個 跟求出這個 這是我們兩個要求的 gamma low gamma s 最後是我們要求到這兩個東西 最後是我們要求到這兩個東西 好各位同學 gamma low知道了 後面這個東西 最後要匹配到50歐姆 中間呢 就交給你們啊 中間就交給你們做了 所以我們軟體呢 可以幫你做的 就是把gamma low求出來 這個match 你們就用easy match 或是用win smith 把它做掉就好了 我也跟各位講 這個做的時候 有些技巧 然後呢 有些重點 不要搞錯了 搞錯了就死翹翹了 好 最後 這個整個是不是一個amplify 好 total的amplify 這是 整個amplify 好 最後做完了 你是不是要網路分析量一下 對不對 你量到的 反射係數呢 輸入端 反射係數就是gamma a por1的 輸出端 gamma b 好 這兩個反射係數呢 要滿足什麼 反射係數要小於 三分之一 gamma b 小於 三分之一 對不對 好 我們業界一般的要求 是這樣子 這是整個的amplify 記得 這是整個amplify 這樣第一有沒有問題 123456 總共有六個東西 好 要背起來 一定要背 放到後面呢 你頭絕對昏掉 所以這要先把它背起來 好 首先呢 我們就來看最外面的 整個amplify做好了 那它有input的VSWR 跟output的VSWR input的反射係數 output的反射係數 好 根據VSWR的公式 這樣會不會 好 還有咧 這個時候呢 反射係數通常不會搞錯 為什麼 代公式 往前看 看到誰 是不是ZA 看到ZA 剪掉 所以ZA 剪掉 往後看 往後看是誰 50歐姆對不對 所以 往前看剪掉往後看 往前看加上往後看 所以這個反射係數的定義 通常不會有問題 同理 這裡也不會有問題 對不對 好 通常哪裡會出問題呢 這個地方會出問題 來 我們來看看所謂的Source Impedance Zs 還有Source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這應該是Gamma S 哇 糟糕 沒改到 Gamma S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Source是包含哪一塊 這個是我們的Function Generator 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Matching 對不對 欸 這兩個合起來 這兩個合起來 才是一個完整的Source 為什麼 因為我的Zs的定義在這裡 是從Input Matching 這一個地方看 其實整個往後看 是Zs 好啦 但是呢 欸 Gamma S就會出問題啦 Gamma S跟Zs的關係是什麼 還注意喔 是跟誰比 跟50歐姆比 這是課本 所有的 教你放大器設計的課本的定義 接下來的反射係數 都是相對於誰 相對於50歐姆 但這不是什麼往前看 往後看 就是 你知道 往這邊看過去 等於 主看不到Zs 那 它的反射係數Gamma S呢 一律跟50歐姆來比 好 所以我用畫紅 紅色的 記得齁 一律是跟50歐姆來比 好 它的戴維林擋下電路呢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地方呢 Amplify 先不要管齁 不要管 Amplify 你在這個地方加了一個Source 假響 你這邊擺了一個Source 然後咧 這裡Source先把它關掉 這時候呢 你去量 量到的反射係數呢 就叫做 Zs OK 從這邊看過去了齁 所以呢 你的Input Matching呢 還要加上什麼 加上50歐姆 這樣量進去的 你加一個Source量進去呢 量到的反射係數 就是GammaS 所以你要會量齁 這個GammaS怎麼量 把Amplify 丟掉 不要看 加上50歐姆的Source 打進去 這時候 量到的反射係數 叫做GammaS 好 等效電路 Zs 好 一個Equivalent Source 當然這兩個Source 絕對不會一樣 絕對不會一樣 這是戴維林的等效電壓 這是戴維林的等效電阻 所以以後呢 我們的Source 會用這個符號 戴維林的等效電路來代表 它的輸入主抗是Zs 跟50歐姆來比 它的反射係數是GammaS 好 那Zin怎麼量 Zin的反射係怎麼量 好 記得啊 Zin是一路往後看 所以包含了什麼 電晶體 Open Matching 50歐姆 這三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構成了Zin 同理 GammaIn怎麼求 要怎麼量 我真的 哪一天叫你量GammaIn的時候 你要會量喔 好 GammaIn呢 是怎麼樣 這三個 然後前面呢 擺上一個Source 50歐姆的Source 所以GammaIn呢 是Zin跟50歐姆 記得喔 是跟50歐姆來比 所得到的 好 所以每一個反射係數 你都要會量測喔 來我們來看 常見的一些錯誤觀念 我在Amplify裡面 把它接起來的時候 往右看 是不是叫做Zin OK 這沒問題 這個當然沒問題 往左看是Zs 主抗都沒有問題 欸 可是你們常常是這樣 反射係數就出問題啦 公式呢 背起來的時候 就亂帶 往左看 往前看 比如說這個例子 往前看 我要像GammaIn 往前看是Zs 沒有問題 剪掉 往後看 這就死掉了啦 這就是 這時候我們 我們不要用往前看剪往後看喔 不要 千萬不要 為什麼 因為這個定義 GammaS的定義是 針對於 Zs跟50歐姆來比 所以這裡是錯的 這裡是錯的 OK 同理 GammaIn呢 很多人也是 往前看 剪掉 往後看 完蛋了 往後看它就會以為是GammaZs了 所以這也是錯的 記得 這裡的反射係數 我們接下來這個反射係數 都是跟誰比 跟50歐姆比 所得到的 所以我叫你量這兩個東西的時候 請你把電路切開 個別在前端加入50歐姆的系統去量測 也就是網路分析去量測 所以你要能夠會量這兩個東西喔 你要能夠會量這兩個東西 好 從你 從你的概念喔 後級的部分呢 GammaLow Zlow沒有問題 OpenMatch加上50歐姆沒有問題 這個地方會出問題 好 GammaLow怎麼量 記得喔 前面的電機體不要再管了 你直接 網路分析從這邊50歐姆打進去 量這個OpenMatch Network 你所量到的反射係數 就在GammaLow 數學上怎麼定義 Zlow跟50歐姆 再強調一遍 Zlow跟50歐姆去比 所以GammaLow 網路分析怎麼量 記得 這個Match Network直接接 網路分析 來量測就好 電機體要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跟電機體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 等效電路 在這裡 同理 我要怎麼量測 Zow 跟GammaLow 好 一樣 後面呢 不要管它了 你就直接接上一個50歐姆的Source 所以公式 Zow知道 那GammaLow怎麼量 Zow減50 跟誰比 跟50歐姆來比 再強調一遍 跟50歐姆來比 為什麼大家都要跟50歐姆比 因為你發現 大家如果都Reference到50的話 我後面就有辦法接起來 所以你每個人Reference都不一樣 那完蛋了 我跟你講數學根本接不起來 常見的錯誤觀點也是一樣 GammaLow 很多人就是往前看 減掉 往後看 小心喔 不是減掉這個 我們大家都是跟50歐姆來比 GammaLow也是一樣 記得 是跟50歐姆來比 不要在這邊往前看 往後看 這樣不對 喔來 這裡呢 欸 牽涉到一個問題 這個是 電晶體的輸入端 對不對 看進去的等效電路 叫做Zin 這裡呢 Impedance Matching 加上50歐姆 這邊 是在這裡 它的等效電路是Zs 還有Vs 好 那我們來看 中間 什麼情況下 可以得到最大的功率傳輸 什麼是最大的功率傳輸 就是 不會反射 好 我們之前的話都是用50歐姆來證明 對不對 這裡沒那麼簡單啊 我這邊要用Zs來證明 我的Zs是什麼 是Complex 的Impedance 以前都是50歐姆對不對 現在是Complex 所以不太一樣喔 好來 開始 我Zs拆成石部跟蓄部 Zin拆成石部跟蓄部 好 功率呢 PowerIn PowerIn怎麼算 我是Vin乘上Iin的Complex Conjugate 再除以2 所以2分之1的real part Vin乘上I的Complex Conjugate 好 Vin是誰 Vs做分壓對不對 Zs跟Zin均做分壓 是不是分壓值 I呢 是不是V除以2個Z相加 V除以2個Z相加 但是要取Complex Conjugate 好 最後答案在這裡 配個real part 好 那什麼時候PE會最大 應該不是PE 我看一下我的 PE 好 好 好 我這邊應該改一下 好 來 我這邊要改一下 應該是PowerIn 這邊應該是PowerIn 好 Input Power 應該是PowerIn 來我們想得到 什麼時候 我的Input Power 進入電經理的功率是最大 那我們一般的解法就是 把這個 東西呢 微分等於0 你看 最大值這樣 G 對不對 微分等於0的地方 是不是最大值 不是最大就最小 對不對 這體力一定是最大 大家放心 不會是最小 好 我對REIn做微分 要等於0 對XE微分 要等於0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我的負載在改變 我的負載呢 在改 實部也在改 虛部也在改 我想去找 什麼樣的RIn 什麼樣的XIn 會讓我的功率達到最大 讓它的微分等於0 最後我解出來呢 是這個 數學就不管了 解出來的結果就是 我的RIn呢 要變變變變變變變 變到什麼 當我的RIn Rs的時候 我的XE要變變變變變變 變到什麼時候 當我的XE是負的 虛部呢 是Source的 那個 Admittance的 不是 Source的 Reactance的 是負號 剛好是負號 這什麼意思啊 我畫一個簡單的電路 來 物理意義是這樣 我這裡在變 我這裡也在變 兩個都在變 什麼時候功率 送進來的功率呢 PIn 會是最大 我發現呢 得到的結果就是 我這個 這裡的虛部呢 跟這裡的虛部怎麼樣 剛好XE負號 什麼意思 幹掉啊 他不是串聯嗎 串聯是不是幹掉啊 所以這邊 等於什麼 Shot 虛主抗相加等於0 是什麼 Shot 因爲就是什麼 串聯共振 在共振的時候 好 第一個共振喔 共振的時候 虛部不見了 再來 石部咧 欸 石部要一樣大 喔 這什麼 主抗匹配 喔 原來搞了半天 第一個 先把虛部幹掉 第二個 主抗匹配 喔 功率達到最大 好 就是原理是這樣子 好 來 根據這個定義 所以咧 我的Zin 叫做Zs的 complex conjugate 也就是說這種matching 叫做 complex conjugate matching OK 同理 但是我們到後面 我們放大器的設計 不看Z 我們放大器的設計 一例看 Gamma 記得喔 Gamma 是Zin 跟50歐姆去比的喔 Gamma S呢 再強調一遍 是Zs 跟50歐姆去比的喔 大家都是跟50歐姆去比 不要到Gamma 跟Gamma 好啦 這兩個互為conference conjugate 我寫一下 來喔 Gamma S的conference conjugate 你看 Zs-50 除上Zs加50 跟50歐姆比喔 再取conference conjugate 是等於上下 分子分母 各取conference conjugate 所以Zs conference conjugate 是誰 是不是Gamma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左右兩個式子 有沒有一樣 是不是一樣 所以Gamma E呢 也會等於Gamma S的complex conjugate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後面都是用Gamma 來設計 我們不再用 組剛來設計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這比較重要 這不能畫XX啦 我們很少用Z啦 我們後面都是用反射係數 好 來 最大的功率是多少 這裡是Vs 所以最大的功率呢 一定是八分之一的Vs 絕對是平方除以RS 也就是二分之一的Vpick Vpick是誰 Vpick是二分之 這邊的pick只是二分之Vs嘛 Vpick的平方 就變四分之一Vs的平方 那原來還有一個二分之一啊 所以是八分之一 齁 好了接下來 第一個 我要應用到的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要背起來 後面 Amplified again的定義的時候 特別要用到 什麼叫做 我這裡有一個Source 這是我的Source 記得啊 我的Source 不是50歐姆喔 不是50歐姆喔 是Zs喔 請問 我的Source 能夠送出來 最大的功率 還記不記得 這個是戴維林等效電路 對不對 它真正有意義的是什麼 是 我可以送出 多大的輸出功率 多大的入射功率 這才是最重要的 至於你這點的電壓是多少 不重要啦 至於 你這裡面的 這點的電路在 你的機器裡面在哪裡 而且不重要啦 不要管啦 重要的是 它的 入射功率 可以提供多大的入射功率 好 最大的入射功率 我們稱之為 Power Available From Source Source 可以提供的 有效的 入射功率是多少 Available 有效的 就代表入射啦 哇賽 酷屁了 這也被錄起來了 不好意思 怎麼會這樣 酷喔 酷喔 這東西要怎麼防啊 沒辦法 唉 麥克風真爛 還是我可以轉寄回去給他 叫他不要再寄給我了 真是受不了 好 他說那個 各位不要去大陸嫖妓喔 因為最近SARS 那個啊 看他的網站就好了 好嘞 真的 蠻優秀的 好 好啦 這個功率我們叫Power Avs Power Available From Source Power Avs 怎麼定義 來 怎麼定義 如果我給你一個SARS 我給你一個SARS 題目是這樣 我給你一個SARS 請問PAVS是多少 怎麼量 兩側怎麼量 我給你一個SARS 輸出組合用是Complex 欸 他的PAVS怎麼量 來看定義 定義就是說 他可以提供的最大的入射功率 對不對 欸 什麼是最大的入射功率 是不是就是沒有反射的時候 沒有反射的時候 那我們剛才 我們發現呢 什麼時候功率會最大 當ZS跟這裡是什麼 Complex Conjugate的時候 會達到最大 但是我還沒有證明反射係數等於0 對不對 好 但是我先跟你講啊 這時候的反射會是0 我等一下會證明給你看 他的反射會是0 所以 什麼叫做Available from Source 就是讓Source不反射的時候 你得到的功率呢 就是Power Avs 好 所以呢 我再附載 把上一個Converse Conjugate 好 這時候我去計算 這時候的入射功率 就是最大功率 也就是我們要的Power Available from Source 這樣知道了喔 這個功率會了喔 當沒有反射發生的時候 負載所接收到的功率 就是入射功率 或是信號源的可用功率 就是代表那個入射功率 好啦 有這個基本觀念之後呢 好啦 很不幸的 開玩笑 你Source 送出來的功率 我就要接收嗎 不一定吧 所以放大器的Z 它的輸入主抗呢 常常會不匹配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要推導一下 如果不匹配 這兩個 不是Complex Conjugate 請問 反射係數會是多大 好 所以 一個入射電壓 它會變成一個反射 這是總電壓 這是總電壓 總電壓等於 入射加反射 好 V呢 等於入射加反射 欸 那我要問各位 來 問各位 入射電壓怎麼算 什麼是入射電壓 記不記得 第一 當這系統裡面 沒有反射電壓的時候 你總電壓就是入射電壓 好 那 什麼時候不會有反射 當這邊是 ZS的 Complex Conjugate ZS的 Complex Conjugate 所以呢 這時候的電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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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是 入射電壓 所以 V陣 入射電壓 就是當 我的負載是 ZS的 Complex Conjugate 的時候 這時候的總電壓 Vin 就是V陣 這樣會了喔 好 所以給你了 但是如果 負載是 Zin的話呢 總電壓是多少 是不是分壓 Vs做非壓 對不對 好 V陣知道了 Vin知道了 剩下呢 V負是不是就得到了 V負就是 Vin減掉 V陣 也就是這一項 Vin 再減掉 V陣 好 有沒有 然後呢 我的反射係數怎麼定義呢 這是V負除V陣 好 根據公式去推導 我最後算出來是這樣 好 給各位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 從來沒有人寫過 以前我曾經問老外一個問題 他在教書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欸 我們的公式不是都是這樣嗎 寫一下 好 那我們來看 原來我們問老外的公式是這樣 Z0-Z0 但是很不幸的話 這個公式呢 當 Z0是Complex的話 這個公式不能用 這不能用 這不能用 好 這邊的公式 剛才老外講對了 是 這個部分 老外講說 這個後面可能要加Complex 剛剛就可以了 答對了 是要加 但是 我們證明出來 還要再加另外一項才對 這樣才會完全正確 好 好啦 我們來看 反射係數 這個反射係數 欸 是V負除V正 對不對 有人就會問一個問題 老師 你這裡難道只有一次反射嗎 不對 其實不是一次 答案是多少 你這邊 Input Match有很多的LC Output呢 這邊有很多的LC 實際上怎麼樣 你的電磁波在裡面怎麼樣 我剛才講濾波器有沒有 濾波器是不是一大堆的L跟C 組合起來的 實際上電磁波在裡面有幾次反射 無限多次 實際上是無限多次 所以才會產生Loss 所以 實際上 這個V負是什麼 無限多次的反射波所組合起來 V正呢 無限多的入射波所組合起來 所以這個反射係數呢 我要跟各位講 實際上是一個 Steady State的Reflection Coefficient Steady State就是 穩定之後 無限多個反射 除上無限多個入射 OK 所以Steady State的反射係數 這個公式的物理力在這裡 好 再來呢 我們來講一下 剛才我們講特例的部分 實際上呢 第一個 我們要驗證剛才的公式 如果兩個主幹互為 Complex Conjugate 答案 反射係數的確會等於0 由此驗證 Complex Conjugate Matching 它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就是 電路 沒有反射發生 而且呢 最大功率傳輸 好 我要跟各位講 那是 你剛才不是講無限多次反射嗎 怎麼這裡又跟我講沒有反射 你怎麼解釋 你怎麼解釋 如果以後你當老師的話 你教人家 人家會覺得你 言行不一 對不對 怎麼辦 你怎麼變謀 明明是無限多次反射 對不對 物理力怎麼回事啊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東西就牽涉到所謂的疊加原理 你的確會產生無限多次的反射 沒錯 但是最後反射波疊加起來 會等於多少 你 你讓反射波 所有的反射波 的相位 加起來 最後等於 cancel掉 這叫什麼東西 叫做 建設性的干涉 干涉的確發生了 你用無限多次的反射 所以你有無限多個入射波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無限多個反射波 你發現無限多個反射波疊在一起 最後抵消掉 所以反射波最後為0 那你入射波呢 無限多個入射波疊在一起 就是什麼 你剛開始 第一次的那個入射波 就是你的 應該說是你的 你送出來的披震 你入射的信號呢 會一直反射 一直反射 一直反射 最後你把所有的入射信號 通過加起來 你把 所有的 反射信號 電壓加起來 電壓才能相加 好 最後呢 你用這個電壓呢 你會發現 這個疊加起來的電壓 最後就會產生 這個 最大的 入射功率 是這樣 功率不能疊加 所以你把功率疊加 會死人的啊 很多人說 老師 無限多次反射 所以第一次的功率 加上 回來的功率 再加上過去的功率 再加上回來的功率 再加上過去的功率 這樣可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 功率不滿足 疊加原理 功率要怎麼樣 最後電壓電流疊起來了 才能開始算功率 懂不懂 你不能一次一次的功率算 不對啊 功率是不可以疊加的啊 所有入射功率疊加起來 減掉 所有反射功率疊加起來 不對 不合理 這樣是不對的 好 所以我這邊要強調一下 你的電壓一定是 總共加完之後 再去算功率 這樣才是對的 好 這個觀念要有 第二個特例就是 我們來看 如果ZS是始祖抗的話 這是一般科尾所得到的公式 ZS是始祖抗 你的確可以化減成這個公式 OK 好 這就是 我回答各位 對的一些疑惑 這個疑惑呢 困擾我十年 不小心被想出來 上廁所的時候 推倒出來了 所以不好意思 上廁所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 再來呢 好啦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來 看這個 game matching technique I need for high game 的amplified design 好 我的電機體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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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我要得到最大的game 我要得到最大的game 好 game matching 這邊有一個觀念 就是告訴你說 我都沒有反射 這時候什麼東西會最大 game會最大 game最大 所以 你得到最好的是game 是不是最大power 不一定 game最大 不見得power最大 是不是noise最低 不是 所以power跟noise 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我們現在要跟各位講的是game 所以呢 當你的 γ in 當你的γ in呢 γ in在這裡 跟γ s呢 互為complex conjugate 這時候的γ s 我稱之為 γ ms matching的時候 的γ s 我稱之為γ ms 所以 滿足γ ms 等於γ e 的complex conjugate 好 match的時候 的γ low 好 γ low呢 等於γ out complex conjugate ok 好 所以說 這裡呢 左右呢 complex conjugate matching 這個時候呢 我得到的 正義呢 就是maximum的power game 又稱之為g max 所以 前後都做complex conjugate game 最簡單啦 你的game 絕對是最大 就那麼簡單 喔 老師 我要做low noise amplifier 我希望是得到 最好的noise 什麼時候noise會最好咧 想想看喔 如果這邊noise低的話 noise也會被放大啊 你輸出的noise有低 對不對 那 你這裡noise output noise d有沒有用啊 沒有用 所以哪裡noise低 才有用 input noise d才有用 所以呢 我們這時候的gamma s 要去找 找找找找找找找 欸 找到一個ultimate的一個值 發現呢 這時候的noise呢 最低 input的noise最低 total的noise最低 可是output要幹嘛 output 你就負責做matching就對了 負責做matching就對了 把game提升上來就好 因為output這邊 音響Noise不大 音部指定 音響Noise很大 所以呢 Gamma S呢 找到一個Gamma Optimum 這時候呢 達到最低的Noise Output呢 Complex Conjugate Matching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 Noise Matching Condition 所以做Low Noise Simplify 我們後面會介紹 Output是Complex Conjugate Matching 音部呢 你知道 要去找Low Noise 這時候放大氣的雜訊 拿到最低 後級呢 保持 記得 後級保持 匹配 後級 後級保持匹配的話呢 這時候它的 Available Power Gain 這個還沒有定義啦 我們後面會跟各位講 所謂Available Power Gain 就是指說 後級匹配 前級不匹配 這時候的Gain 我們稱之為 Available Power Gain 這時候呢 Noise是最低對不對 這時候Gain 稱之為Associated Gain 來 你們去看電晶體的Data Sheet 尤其是做Low Noise Amplified的電晶體 它一定會跟你講 我的Associated Gain 是多少 代表這時候 Output Matching Input有沒有Matching 沒有 Input是去找到一個 最佳的 那個Gain 然後呢 讓Noise最低 好 再來 你做Power Amplified呢 我們看 Power Matching Technique 後面我會跟各位介紹 一個電晶體的Output Power 由誰決定 Pyc由 負載線 來決定 跟你的Matching 有沒有關係 跟你的Compress Conjugate Matching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它完全是由負載線決定 所以Gamma Law 已經被負載線決定了 你的負載線呢 可以讓你得到最大的功率 所以Gamma Law 也是等於一個 也就是電晶體看出去 一定要看到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負載線 你就會得到最大的功率 最大的功率 Input呢 唉唷 你就讓它匹配就對了 讓它的Gam提升起來 好 讓它的Gam提升起來 所以 這裡 Compress Conjugation Output 看出去 要看到一個 Ultimate的反射係數 好 那這個我們稱之為 Power Matching Condition Match最大的Power 所以 這時候是最大的Gam 不是 所以 Powerify通常 不是在設計最大的Gam 它只Care Power 所以 你後面要去找一個 最佳的負載 讓它得到最大的功率 但是這時候的Gam 絕對不是最大 好 再來 放大器的輸出功率達到最大 好 這時候前級保持匹配 這時候的功率呢 稱之為 Operating Power Gain 這時候的功率生意 叫做 Operating 操作 功率 爭議 好 就是 前級匹配 後級不匹配 這時候的Gam 稱之為 Operating Power Gain 後面還會得第一 好 再來 Impedence Matching Matching呢 我們要怎麼來做 來喔 我們來看第一步 你是要做最大的Gam 最低的Noise 還是最大的Power 根據剛才的三個例子 你先把 你所需要的Gam S 跟Gam Row 先把它算出來 現在還沒有教各位怎麼算對不對 假設 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Gam S是什麼 誒 是不是50歐姆加Input Matching 最後看進去是Gam Gam Row是什麼 50歐姆加Output Matching 最後看進去是Gam Row 對不對 所以 你給我這兩個 軟體給你這兩個 來 接下來這個勒 這個Matching Network你要做出來啊 好 那我們現在教各位怎麼做 好 第一種方法 你可以用 R L C 你可以用 Transmission Line 你可以用 混在一起用 第二種方法 你可以做成 Low Path 你可以做成 High Path 你可以做成 Band Path 一般 等一下 我會跟你講 你做什麼樣的Amplify 你最好用 什麼樣的 PT響音 Band Width 你可以做成 Narrow Band 你可以做成 Brow Band 也是一樣 看你的Amplify 需要Narrow還是Brow Band 最後 Trad-Off 好 你用 你用 各種的方法做出來之後 欸 誰的Noise比較低啊 欸 誰的功率比較大啊 為什麼 因為你的電感電容 多少會有損耗 對不對 你不同的架構 Low Path High Path 你不同的架構 會造成不同的Loss 這個Loss 這個Loss 如果在前級的話 完蛋了 你的Low Load 鐵定死 翹翹 這個Loss 如果在後級的話 完蛋了 你的Output Power 絕對被吃掉 所以這個Loss 是在設計的話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但是一般 一般的書都不會跟你講啊 因為這是訣竅 所以呢 一般書很少講 那我會等下會跟你各位提到 這個Loss很重要 齁 再來呢就是Gain 你Loss 會把你的Gain掉下來 對不對 再來你的VS 怎麼樣 好 好啦 我們來教各位齁 假設 來 呃 我們來看一下齁 與之 這是我要起始的位置齁 我舉這個例子 好啦 我知道 其實我往這邊看 我是知道這個是50 對不對 這叫起始點 好 來看齁 所以 與之 這個負載 我要把這個負載 把它匹配到 另外一點去 好 我的負載在這裡 我也知道負載 我要把這個負載呢 把它匹配到 另外一個負載去 好 來 在定路途中呢 我們第一個叫 往前看 好 這叫做起始點 這是我們的起始點 好 好 起始點的負載呢 叫做Z1 起始點的反射係數 叫做Gamma1 那以剛才這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 往前看 我要從這裡出發 往前看是50 好 反射係數是0 主抗是55 好 我要從這裡呢 接下來 第二步 當然你可以 你可能 往前看是這樣 你也可能是往前看是 往左往右 都有可能 對不對 再來第二個口訣 往後退 所以你要從Z1 匹配到 Gamma3 你要從Gamma1 開始匹配 匹配到Gamma3 我們第一叫做 往後退 好 往前看 往前看 接下來 往後退 退一步 退兩步 好 往前看 往後退 好 往後退呢 是加入 是加入 加入我的 並連 或是串連的元件 好 最後呢 退到哪裡 退到 你要主抗匹配的目標 比如說 我要從Gamma1 匹配到Gamma3 我退一步 退一步 你在這圖裡面 你看不出來是退 你要在這張圖裡面 才看得出來是退 因為你 往前看的方向 是前面 接下來你要往後退 記得 往前看 往後退 我絕對不會教各位 往前進 往前進 是什麼意思 往前看 然後往前進 我呢 是扣掉一個電桿 往前看 往前進 扣掉一個電容 我沒有教你 不要用那個方式 記得一定是用 往後退 加元件進去 不要用減的 用加的 同理 理由的題目是 往前看 往後退 往後退 OK 記得 好 那我們來講這個例子 好了 像這個匹配怎麼做 往前看 是不是55 往後退 加一個元件 再往後退 再加一個元件 最後到達多少 γs 我等一下會跟你講 很多人有錯誤的觀念 等一下會出現 好 那我們來看 原來的反身係數是gamma1 往前看 往後退 我退的時候 串電桿 或是串電阻 或是串電容 好我們來看 gamma1在這裡 往後退 串電桿 走這裡 對不對 為什麼走這裡 一個主抗是不是r加jx 好我的主抗可以顯示 十步加虛步 我現在是不是做串聯 串聯的話 虛步加虛步 十步沒有變 十步沒有變的話 從這一點 走什麼東西 constant r circle 因為十步沒有改變 走過來 虛步變大 好 如果你是串的是電容呢 如果你是串的是電容呢 這裡要加一個負號 負 J X 2 所以 十步不變 走constant r circle 但是虛步怎麼樣 虛步變小 虛步變小呢 走到下半部 電容性 走得多的話 就走到電容性 所以很簡單 串電桿 往電桿性走 串電容 往電容性走 就那麼簡單 電容性一定在下半部 好 串電組耶 什麼身頭 這是r 2 哦 Constant reactant circle 因為 x不變 誰在改變 r在改變 r變大變小 變大 主要變大 到open 這邊走 所以走下來 可不可以接受 這回去自己要練習 並聯 好 我的剛剛話在這裡 並電感 好 並聯的話是什麼東西 我用y來看 對不對 我這裡應該寫y 好抱歉 你們獎勵裡面沒有 對不對 上學期有講過 對不對 好來 導納呢 石墓加虛墓 對不對 並聯的時候導納相加 來 電感的導納是負的 所以呢 往哪裡走 負的走這裡 上半部是負的越來越多 所以 constant conducting circle constant g circle 對不對 g沒有改變啊 b在改變啊 b越負越多啊 負的越來越多啊 原來這點的b是負的 負的越來越多 走這裡 所以 也是一樣 往電感性走 這邊電感性越來越強 好 如果你是併電容呢 一定往下走 為什麼 電容性越來越強 一定是走什麼 走到電容性去啊 好 所以 這裡的b是 b再加上b2 所以b是正的 越正越多 正的是在下半部 電容性 好 好最後 這個呢 第一個電阻 導納是g2 誰呢 g變大 b不變 所以呢 b不變 叫做constant susceptible circle 往哪裡走 導納越來越大 導納無限大 short 所以呢 往short的地方 移過來 好 六大功法 對不對 這應該大家都應該會了 來喔 有了這個六大功法以後呢 我們來檢驗各位 你們真的會設計嗎 錯誤一堆 很多人都會做錯 來 開始 剛才我們講 gmS呢 是已知的 我已經知道了 但是你是不是把它當目標呢 還是當起點呢 這要看方向 gmS是程式幫你計算出來的 gmS 但是在這個匹配電路裡面 你要往前看 是誰 是要從 50歐姆開始看喔 然後 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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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到哪裡 退到gmS 所以在這個題目裡面 你要做input matching network的話 70點 一般是從50歐姆開始 做到 往後退 退到 gmS 目標是gmS 往前看 50歐姆 往後退 退到 gmS 第二步 gmS 不可以設為起點喔 必須設為目標喔 這要很重要的一點 很多人說 老師 為什麼不可以設為起點 我等一下舉個例子給你看 錯的有多離譜 起點呢 必須設在 50歐姆 好 第三步 舉個例子 gmS已經知道了 在這裡 目標已經知道了 起始 請各位從50歐姆開始匹配 好 根據這個圖呢 我發現 先 串電桿 往後退 50歐姆 退 退到gm2 串電桿 退 並電容 好 並電容 這是constant g circle 對不對 串電桿 constant r circle 並聯 constant g circle 下來 好 到達目標 來 做一個錯誤示範給各位看 很多人呢 管他3721 4728 很多人都這樣做啊 做出來 自己怎麼錯怎麼死都不知道 很多人呢 在這個圖上 他從來不看這個圖 他只看speach 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 你一定要把這個圖畫出來 你要判斷 誰是起始點 你不能只看speach 很多人就這樣 老師 電腦已經幫我算出來 gmS在這裡啊 所以呢 我就把它匹配到50歐姆 他這樣哪裡錯啊 他這樣講哪裡錯啊 電腦給我gmS啦 我只要把它匹配到50歐姆 匹配電腦就做完了 他哪裡錯 你覺得他講對了對不對 錯了可多啊 我來看一下 我就根據他這個方式 來做給各位看 我匹配電腦是不是這裡 gmS的方向是怎麼樣 是從這裡看進去叫gmS喔 結果他從gmS開始往後退啊 退 退 他會退到50歐姆嗎 那才怪咧 結果我們來看 他最後做出來 哪裡是50歐姆啊 各位同學 如果這個 往左看是gmS對不對 他接下來往後 退 退 退的時候呢 先併電感 再退 串變柔 所以 退 退 請問最後哪裡看進去是50歐姆 最後你這裡看進去是50歐姆 這樣對嗎 天啊 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這個欸 你做這個給我幹什麼 這個要幹什麼 我問你了 這個要幹什麼 蛤 這個東西 流頭不對馬嘴啊 你把這個電路放到你的 MV法前面一看 哇 這是什麼我公啊 這根本就是 亂七八糟了 你這個做出來是從gmS退過來 可是你真正的電路呢 你把這個電路呢 我舉個例子 好 很多人就這樣 這邊做完了 退退 做完了 好放在這裡 告訴我說 這裡是gmS這樣對嗎 是什麼我都不知道啊 不知道是什麼欸 不知道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是從gmS從這邊看進去 退退 看進去是50 可是 抱歉 你現在這邊是gmS嗎 往不吸 退退 退到50嗎 也不是 什麼東西啊 是不像 什麼都不是 所以這根本是錯誤的一個觀念 所以 這是最常見發生的錯誤示範 很多人都這樣做 他只顧看這張圖 他從來不去看這個方向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你要在做matching的 勝利的關鍵呢 就在於這張圖 在於方向 你往前看 如果設在這裡 就不妙了 你往前看 應該看到 往這裡看 往後退 退到gmS 這才對的 也就是說 記得 這樣做出來才是對的 其實往前看 往後退 往後退 你絕對可以做到 gmS 這兩個東西做出來 絕對是不一樣的 好啦 接下來我們來 最後來跟各位講到這個 講完我們就要休息一下了 好 他的物理意義 來 是甚麼咧 來我們說 甚麼叫做 complex conjugate matching的電路 他的物理意義是甚麼 我要跟各位來談喔 注意喔 最後目標 我設計amplify的時候 這是我的matching 電路對不對 這是matching 這是我的amplify 這是電晶體 對不對 電晶體 對不對 往右看 跟 往左看 要互為 complex conjugate 對不對 這是我設計的目標 我目標要這樣設計 這物理意義是甚麼 好 那你設計的時候 70點是不是在55 往後退 往後退 最後呢 把它退到 gmS gmS 這時候剛好是gmIn的 complex conjugate 好 你既然已經知道 輸入是gmIn的 往右看是誰 是不是gmIn 對不對 往右看是gmIn 好 往左看是誰 是gmIn的 complex conjugate 對不對 好 所以 往右看是gmIn 往左看 是gmIn的 complex conjugate 你看 中間這個界面 中間這個界面 是不是 complex conjugate matching 對不對 好 我要證明給你看 你從gmIn開始 往後退 同樣的電容值喔 往後退 往後退 最後呢 一定會回到50歐姆 保證會 來 做給你看 證明給你看 為什麼會推到50歐姆 首先喔 從50歐姆開始 往後退 往後退 所以 是推到gmS 對不對 然後呢 底下那個電路圖呢 是從gmIn 開始往後退 gmIn跟gmS 會為什麼 complex conjugate OK 所以gmIn呢 是gmS的 complex conjugate 所以gmIn出發的時候 注意上面這張圖 gmIn出發的時候 是這裡 這裡 它是gmS的complex conjugate 所以在這裡 complex conjugate 在這裡 往後退 往後退 你看喔 這邊過來是一個電容 對不對 這裡過來也是一個電容 對不對 這邊是串電容 這邊 病電容 這裡也是病電容 你看 電容值是不是一樣 所以你病的值呢 跟這個長度要一樣 有沒有 所以呢 這兩點 gm2跟gm2' 根本就是什麼 complex conjugate 有沒有看到 欸 什麼意思啊 是什麼意思 再來 往後退 退到這裡 哎呦 gm1呢 跟gm1'呢 也是什麼 complex conjugate 記得啊 這時候我們的matching network 是什麼 lossness 就是 l 或是c 可不可以擺r 不可以 你擺r進去看看 絕對不對 答案絕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呃 抱歉 最後呢 結論是 如果你的matching 是lossless 的matching是lossless 你任何一個界面 是complex conjugate dimension 那你隨便找地方切開 這裡把它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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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都是什麼 complex conjugate matching 什麼意思啊 物理意義是什麼 有東西 物理意義是什麼 提示你一下 complex conjugate 物理意義是什麼 沒有反射 沒有反射 講對了很好 那 赤三條紅線 什麼意思啊 哦 如果我這裡沒有反射 如果我這裡沒有反射 沒有反射 欸 對容電感會不會吃能量 不會嘛 不會吃能量嘛 那 你看 我能量 從這邊過來 進到這裡 再進到這裡 對 我說我這裡沒有反射嘛 是這裡的能量代表 通通會進到這邊來 是我沿路都不可以反射 欸 沿路有一個地方反射 你怎麼可能會把最大能量送過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代表說 我證明給你看 就是說 有一個地方 這邊切開來 是沒有反射的話 前面又是lossless 它沒有吃能量 所以 每一個地方的能量都不可以反射 否則 你就沒有辦法把最大的能量 傳送到後面來 有沒有看到 所以 這裡沒有反射 我證明給你看 你最後amplify的輸入端 這是amplify的輸入端 對不對 這是你的matching 這是你的電晶體嘛 amplify的輸入端 也不會有反射 所以 這裡 做 匹配 這裡 絕對會做匹配 好 我要反問各位同學 問完我就要下課了 請問 如果 這裡是 做到匹配 但是 中間有一個電阻 中間有一個電阻 請問 你做出來的amplify 這邊真的沒有反射嗎 所以很多人做 很喜歡用lossimatching 我跟你講 台是大條啊 你 你這邊 把電阻來做 用電阻做 可以喔 可以做到用電阻做 你這邊做到matching OK 沒問題喔 這邊matching 沒問題喔 那請問 你這邊會matching嗎 答案是 不匹配啊 答案是 不匹配啊 好 你這邊做到 要conference conference conference conjugation 沒有用 這裡呢 絕對不會conference conjugation 好 這就是我們的習題 請下一次呢 用 用同樣的方式呢 用這張圖 證明給我看 如果你使用電阻的話 你絕對 這裡有做到 這裡要做到 但是這裡 就會做不到 你設計出來的amplify BS.fr 就會出問題 請你們回去證明 下禮拜 教 OK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先上到這邊了 好啦 我根據這個結論 根據這個結論 我發明了 不是我發明了 我要提供另外一個技巧 設計的技巧 很常用的技巧 但是這個技巧呢 有限制 有限制 很多人亂用 最後答案是錯的 也是在這裡 來 特殊的主抗匹配技巧 很常見 很常見 這個呢 技巧我要強調 有限制 限制在哪裡呢 限制在這裡 你的Matching電路 一定要是Lossless 才可以 一定要是Lossless 才可以 有Loss 就會有天差 像你們的電路 常常 你的電感 跟電容 都有Loss 所以 一定 設計出來 一定有誤差 保證有誤差 最後一定要5-2 所以 有誤差很正常 因為這個理論 就告訴你會有出問題 來 我們剛才的做法 是不是從 50歐姆 往後退 退到GammaS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種技巧 我先把GammaS 取Complex Condrogate 先把它取 Complex Condrogate 倒著做回來 這個技巧很常用 非常常用 也就是說 我要做這個匹配電路怎麼做 我GammaS 是不是已經知道了 我先把它取 Complex Condrogate 再從這邊 做回來 做到50歐姆 因為什麼 因為 像 EasyMatch EasyMatch 或是 Win Smith 都比較喜歡 讓你這樣做 所以你要先把GammaS 去Complex Condrogate 然後倒回來 做回 50歐姆 這比較容易做 的確這是比較容易做的 當然你要從50歐姆做過來 會比較 不好Q一點 從這邊 做回50歐姆 比較容易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技巧有限制 也就是說 從GammaS的Complex Condrogate 匹配到 Gamma1的 Complex Condrogate 記得 這個也是要Complex 如果這是50歐姆的話 這是0 對不對 那這邊也是0 剛剛好 如果說是50歐姆的話 如果是Z1 是Complex 拜託 是要匹配到 Gamma1的 Complex Condrogate 這要取 Complex Condrogate 要記得喔 原始的方法 設計的 無損耗的 主張匹配電路呢 與 特殊技巧 就是這個 計算出來的 設計的 無損耗的 匹配電路呢 會完全相同 完全一樣 然後你可以證明給你看 這裡就證明給你看 你這邊設計出來的電容 跟這個電容 完全一樣 你這邊設計出來的電感 跟這裡的電感 完全一樣 架構一樣 數值也一樣 所以這兩種技巧 做出來會完全一樣 但是 如果你是 中間用電阻來做 我這樣回去 叫你證明出來 絕對不一樣 你不 這個千萬不可以 拿這個技巧 你先把它取 conference conjugate 就是說舉個例子 我從這裡 我用電阻做 如果 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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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先走到這裡 舉個例子 我先走到這裡 然後呢 我再 站下來是什麼 站下來是什麼 串 串 電阻 對不對 所以我先走到這裡 我串電阻下來 到這裡 對不對 好 那你回去證明看看 如果你從這裡 先取 complex conjugate 好 你這裡串電阻 對不對 那我這邊 是不是也要串電阻 可是這個 串電阻往哪裡跑 是往這邊走嗎 不是 串電阻往這裡走 完蛋了 然後再來呢 這裡是什麼 這是串電阻對不對 串電阻往哪裡走 我的天啊 所以實際上 你倒回來走的時候 已經走到 走到這裡來了 這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五週朴 絕對不是 我要你證明的 就是這個圖 好 回去做給我看 就是說 當你是用losi matching的話 你這個技巧 完全錯誤 沒有辦法用 好 沒有辦法用 好 所以 所以說你們 像你們實際上 用LC元件的話 有los的話 在這裡 就會造成誤差 好 用這種方式做的話 會有一些誤差會出現 好 好 那回去呢 把它做一下 我們下次呢 再來 接下來討論其他東西 好 下課了